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1月发表结婚 4月29号生下女儿的Exo成员Chen 即将要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根据媒体报道 Chen的妻子目前怀了第二个孩子 预产期将在2022年 而SN娱乐也对媒体证实了 Chen妻子怀孕的消息 因为当时Chen发表结婚 怀孕消息的时候 在韩国饭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所以在妻子怀孕第二胎的消息被报道后 这个消息马上就登上了热搜的一位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反应不是很好 希望你能幸福 也希望你能退团 想要享受个人的幸福 就请自行退团吧 真的恭喜你 但是希望你能退团后做梭露 梭露成绩也很好 为什么爱着骂一直留在团体呢 反正已经不能再以Exo活动了 不是吗 哇真的好厉害 第一个孩子生下没多久 就有了第二胎消息 粉丝们心会崩溃吧 别人眼里可能看起来像是有责任感的人 但是对于粉丝们来说 真的是煎熬 另外也有网友们留言 说粉丝们会崩溃什么的人 你们又不是粉丝 不就只是想要留恶品而已吗 有了第二胎是什么罪吗 为什么又要求退团呢 突然发表怀孕宣布结婚确实是过分了 但是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怀到第二胎又怎么了呢 看到很多其他事件后 人气爱懂能这样负责任的样子 也是需要称赞的 所以对于欠妻子怀第二胎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周年宣布解散的男团 这个男团就是 B2B4U 去年11月16号 像灰心一样登场的B2B4U 一出道就展现了 出道9年4idol一样的实力 然后在一年后的2021年11月16号 B2B4U在idol Live Concert 表演了最后一个舞台 宣布解散了 网友们猜测 应该是想要跟其他两个人 一起进行别的团体活动 所以被解散了 本命团解散了 要转入坑B2B了 哪有在一周年解散的呢 我也要转到B2B了 什么预告都没有就解散 太失望了 我也要转到B2B了 辛苦了 B2B4U 给我后才发现 我好像连续三个月 品牌形象排行榜的B2B歌名 都打错了 对不起Melody 以后一定不会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荒唐好笑的 Blackpink前你粉丝见面会 发生的事情 粉丝见面会开始的时候 前你的指甲是正常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小指的指甲消失了 到底是去哪里了呢 一位粉丝回家后发现 在用putbook收签名的时候 不小心把杰尼的指甲也给带过来了 什么都不知道的杰尼 用颜色的表情寻找自己的指甲 啊超可爱 看着手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 我女人 真想抱着你逃跑杰尼啊 真的是成功的粉丝 好处似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